我没这个意思去 他劝我 诱导我 我走上这条路了 走上这条路之后 他就告诉我 你讲的不好 没什么关系 人家笑话笑话 如果你讲的好了 你一生走投无路 你看话说在前面 我这一生真的走投无路 你们说找个是这个安全的地方 我这一生82岁都没找到安全地方 走遍全世界 居住最好不要超过三个月 三个月人家就讨厌你了 就想把你赶走了 最理想的是一个月 很客气 很欢喜 我也喜欢做这种幽默生活 早年我在美国 有一个同学问我 法斯 你将来喜不希望建一个道场 我就告诉他 我说如果我有一天 能够回到祖国去讲经 我说祖国 可不可能有三百个地方 请我讲经 那有 那肯定有 我说我一个地方去讲一个月 我讲到一百岁还讲不完的 我要到场干什么 每个地方住一个月 都是贵宾 招待都非常周到 你说快乐呢 那一个月换一个地方 那一年换十二个地方 十年才换一百二十个地方 那真的 三百个道场的时候 我讲一百岁都讲不完 不要到场了 要到场多累啊 四四还要自己去照顾 那么叫自己找麻烦了 我把全部的时间 用在经教上都好 华业经好啊 一个地方去讲一篇 去讲一句 这个经约九十九句 多自在 多快乐 这叫安稳处 到处走 这叫安稳处 在一个地方呢 就不安稳了 什么道理不安稳 我不说 你们自己去想 那我现在这个活动的空间 不止在一个国家里 跟许许多多国家地区 都借了很深的缘分 所以到每个地方去 我说住一个月 没有一个不高兴的 这个清云这个事情啊 我就 解答到此地为止 我们 遵守 佛家的戒律 啊 也遵守古圣鲜邪的教会 普贤菩萨是大愿望 那是成佛之道 啊 第一个教给我们 离尽祝福 啊 无论这个人 行善 作物 我们对他都要离尽 平等的离尽 他赞叹佛法 我离尽他 他毁谤佛法 我也离尽他 那为什么呢 他有佛心 敬人者 人很尽致啊 爱人者 人很爱之 啊 我们要懂得 做人的道理 成佛的道理 第二条叫 称赞如来 这个称赞 不一样 你看 前面讲祝福 现在讲如来了 啊 祝福跟如来 意思不相同 祝福是从形象上说的 如来是从心性上说的 不一样 啊 那称赞呢 就有差别了 他行的是善 称赞 他行的不善 不称赞 不批评 不回报 不称赞 他是善事称赞 不是善事不称赞 啊 离敬是平等 供养是平等 啊 所以我们遵守啊 佛菩萨 圣贤的教会 啊 我们的心 是定的 是亲近的 又何宽 也应国报啊 真实 不虚啊 啊 你冷静啊 你看国报 啊 善有善国 我有我报 啊 这个是 九法界众生 都没有法子避免的 好 这个问题 就说到此地 再看下面一个问题 禅宗有一句名言 舍得一 万是比 清老法子皆是 这个一 不是数字 数字 你舍得一 一后头有二 二后头有三 这个一 是真辱啊 是自行啊 特别是在 望京还原观里面 你看 他说的多好 望京还原观里面 第一条 写一体 就是这个 啊 你只把这个认识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啊 这个认识 就是中文里面 所讲的 民心 尽信 大彻大悟 尽信 成佛了 在还原观里面 讲 自信 亲近 于民体 这是一样 啊 啊 所有一切万法 都是同参地发生 这是源头 啊 宇宙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里来的 啊 这个生命不是讲别的 讲火 啊 我从哪里来的 啊 大臣教里面讲的 以报 跟正报 啊 以报是环境 就是宇宙 啊 万法 正报 是自己 啊 所以我们看 讲 以正呢 要讲 要 这个概念要清楚 啊 正报不是说 一切有情众生 啊 一切不是讲正 正报讲过 讲自己 啊 每个人看到正报的时候 都是看到你自己 啊 不是别人 别人 是我的一报 啊 我一报里面呢 有人似的一报 有环境的一报 啊 环 是环绕着的 境是境界 无量无边 啊 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说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是环境的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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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环境的一报